欢迎收看凤凰说 庆余年描述一位拥有现代意识的主角范贤 诞生在一个诡决的年代 一边探索自己迷一般的身世 一边了解这个时代的秘密 由于原著篇幅很长 预计会拍成三季的电视剧 目前第一季已经播放完毕 但最后留下范贤初始北齐归来 被阎兵云捅了一刀的模糊结局 让观众看得很不过瘾 眼看着第二季都还没着落 等得许多观众很心急 这支影片提供给想先剧透 直到结局的观众们 主要是参考原著来说明 庆余年的结局 凤凰将会就有四大部分来说明 分别是皇位之真 时代之谜 叶青梅之死 大结局 一 皇位之真 在电视剧中 太子和二皇子争夺皇位十分激烈 两个人都十分想将范贤纳入麾下 观众们一定非常想知道 几位皇子 最后究竟是谁夺得了皇位 庆帝除了范贤以外 有四个儿子 斯文但看起来有点无能的太子 尚未出场 宁才人所生的大皇子 心机重 手段又毒辣的二皇子 尚未出场 宜贵萍所生的三皇子 首先 长公主表面假装支持太子 暗地里又装作支持二皇子 但其实她心中是支持太子的 听完是不是觉得超级复杂呢 这也是因为长公主和太子有着一段不伦之恋 而长公主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她爱庆帝 但庆帝却爱叶青梅 长公主做这么多事都是为了报复庆帝 她也巧妙地让庆帝发现这件事 导致庆帝把长公主贬出金城 太子发配南兆国 最后太子是致敬身亡的 野心勃勃的二皇子 后来由庆帝止婚 和京都守备夜中的女儿夜灵儿成婚 颇有器重她 给予她更多权利的意思 但在一场暗算庆帝的刺杀失败后 二皇子也随之落败 自杀身亡 母亲是东夷人的大皇子 在外征战多年 军功累累 个性也是率直的五人性格 和灵婉儿关系很好 但不可能继承皇位 因此就只剩下三皇子 三皇子是范贤家柳氏的亲戚 一贵贫的孩子 最后竟然躺赢 当上了皇帝 御棒相争 渔翁得利 没想到这就是皇位之争的结局 接着让我们来了解 这个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时代之谜 首先范贤所处的时代 庆国 在这以前是处于高科技文明的时代 但由于科技和武器发达 导致了世界的毁灭 使整个世界回到了古代的发展水平 叶青梅所来自的神庙 其实就是一间地处基地 而仅存的军事科技博物馆 并且透过电脑的分析 得到了一个结果 人类文明过度进步 将会造成人类的灭绝 因此神庙就刻意控制这个时代 一直处于不要过度发展的状态 而不会老 没有太多感情和记忆的武竹 其实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帮助神庙控管这个时代的一切 但是不巧被叶青梅偷了出来 其实离开神庙时的叶青梅只有四岁 透过巧遇的肖恩和苦和 带她离开神庙 但是她和范贤一样 拥有成年人的思维 更是一位功科女博士 所以能再造许多器械 因此她带走了机器人中最强的武竹 一些武学秘籍和一把狙击枪 叶青梅所处汉之后的年代 有三个主要的体系 一是范贤所在的南庆 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 北七则是文化艺术教先进 东宜城是一个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 只有城主而没有帝王 三个体系互相牵制 维持着平衡 了解了时代的谜底后 我们更进一步来探究叶青梅的死因 叶青梅来到这个世界后 认识了当时只是成王世子的庆帝 陈明平是庆帝身边的太监 范贤则是庆帝如母的儿子 三个人年少时就相识 同样爱上了叶青梅 但是叶青梅最后选择了庆帝 叶青梅帝帮助庆帝继承王位 方法是大开外挂 用狙击枪毙了当时另外两位皇子 但是他也以杰出的才能 办报纸 设立监察院 掌管内裤 更提倡人人身而平等的盛世愿景 这些作为让庆帝觉得君主的权威受到威胁 于是在叶青梅生产当天 支开了五竹 犯贱陈平平等人 自己也来个不在场证明 等到叶青梅被杀了 再肃清敌人复仇 自导自演这桩骗局 叶青梅可以说是 错付了真心 陈平平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追查叶青梅的死因 陈平平可是叶青梅铁打的粉丝 他发现杀害叶青梅的是庆帝 决定刺杀庆帝 却失败被抓 被庆帝判了裸着下身临时 羞辱他太监的身份 凄惨而死 陈平平临死前 问范贤 叶青梅留下的箱子到底装了什么 范贤告诉他是枪汉性 陈平平说 那玩year我也有 然后骄傲而心满意足地死去了 陈平平为何如此地喜欢叶青梅呢 当年陈平平是王府里的太监时 叶青梅从不因陈平平身体残缺而侵蚀她 以承戴她 从来没有人对待她这样好 叶青梅在陈平平的轮椅中 装了火药和机关枪 保护陈平平 足见叶青梅对她的信任 最后大家最想知道的 想必就是庆帝的下场了 庆帝多年来 卫装自己是一位不会武功的人 其实当年他早恋了和范贤一样的霸道争气 并且在后来练成更顶级的王道争气 太监洪公公其实不是那位宫中的大宗师 那位大宗师其实是庆帝 庆帝这样臣府极深的人 固然时时刻刻提防敌人 甚至是身边的人 因此庆帝策划了一次前往大东山的祭祀活动 企图一网打尽所有想自杀他的人 这个时候想杀庆帝的人可多了 政敌就有北齐、东宜成 想篡位的家人有庆国太子、儿皇子 长公主、秦家、势利等 光长公主一脉的燕小乙和秦家 就有五千士兵和水师舰队 北齐和东宜成更有苦河和四顾舰两位大宗师 而负责保护庆帝安全的 有假装沉默的陈萍萍 范贤和王十三郎率领的监察院 范贤训练的虎卫 宫中人员如红公公等 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 当苦河、四顾舰和叶流云三位大宗师 势如破竹地杀到了庆帝眼前 只剩下五竹和庆帝两个人 以为赢定了 没想到庆帝其实胸有成竹 和他本人的实力 就好像七龙珠进化成超级赛牙人一样 一直就把苦河点成重伤 四顾舰更是被打爆了半边身体 而且这时候范贤训练的虎卫 和陈萍萍的监察院势力 也因保卫庆帝被杀光 基本上连自家都扫干净了 此次自杀更暴露出 长公主、太子、二皇子的人的野心 众人更是一次被庆帝爸爸扫干净 范贤后来受了陈萍萍之死的刺激 也知道了母亲被杀的事实 开始想杀庆帝 多年以来建立的经济和人脉实力 让他开始能够与庆帝对抗 庆帝原来认为范贤是自己的儿子 不会因为一个见都没见过的老妈 和一个仆人老太监与自己作对 但是他轻忽了范贤重情重义的个性 终于范贤和庆帝两个人 在一座纪念叶青梅的小楼 彻底撕破脸 此时范贤虽然已经是九品高手 但是遇到王道争气的大宗师 庆帝爸爸 仍然是被打得半点无还手之力 还把范贤带来准备围庆帝的帮手 海棠多多 王师三郎也一直全部打爆 说实词 那时快 枪声响了 庆帝重枪倒地 原来是远处的范若若 以狙击枪打中了庆帝 但boss庆帝还是没死 真怀疑他是不是生化人啊 众人因此得意逃走 庆帝也只敢窝在皇宫疗伤 观众一定好奇 那武竹输呢 这时候武竹竟然失踪了 因此范贤和海棠多多架着雪橇犬 一路向北 终于找到了神庙 三个人从语音讲解中了解了世界起源 并发现被清空记忆的武竹 神庙并对武竹指示要杀掉范贤 在范贤快被武竹杀死时 海棠多多和王师三郎对着电脑一幕乱打一通 终于神庙电脑当机了 武竹暂时进入喝盲状态 也逐渐记起了与范贤的过去 大家最后一同安全地回到京都 武竹书 有你真好 这时候武竹单枪匹马直闯皇宫 帅气非凡的样子可以看得出 武竹书绝对是一台尖端科技杀人机器 武竹从宫门口打起 稀里哗啦的杀爆了一大堆士兵 但打到了沁帝跟前 武竹书的腿也断了 武竹书和沁帝打得难分难舍 这时候狙击手范弱弱 竟开枪打断了沁帝的小手臂 如果沁帝的鞋不是红色的 凤凰还真怀疑他是沁帝机器人啊 沁帝重伤之下了解自己只剩下临死一击 但是看着范弦突然觉得他和自己十分神似 一时亲情涌起不忍杀了范弦 于是把最后一集留给了武竹 只为看一下武竹脸上黑不下究竟是什么 结果呢 武竹书的眼睛射出了彩虹般的雷射光 沁帝就被雷射光射穿而死 一代枭雄 星际大boss就这么去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情 一 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黑机器人 白机器人 男机器人 女机器人 叫武竹的就是好机器人 二 要在这样的时代获得胜利 掌控内裤拥有财富固然重要 建立人脉 培育人才固然重要 勤练武功 强化实力也固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把狙击枪 以及训练一个准头很好的枪手妹妹 三 事情往往和你想的不一样 在看到结局之前 我以为武功排名是这样的 在看到结局之后 原来武功排名是这样的 有关于每个人物的结局呢 可以收看凤凰之后会推出的人物结局影片 庆云年是一部精彩又有趣的绝佳作品 带给观众们截然不同的观赏体验 让我们一起期待第二季的播出吧 今天的凤凰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庆云年这部剧 也欢迎收看频道中的相关影片 请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留言鼓励 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支持哦